10的故事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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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武器算我的喔 這麼好喔 我新的資料 白斧 拿破崙 或許他會跟我解釋到底發生什麼事 1794年8月9日,拿破仑因外在革命时期支持罗伯斯比尔而遭软禁 哦,这是他被逮捕的唯一理由吗? 关于他偷袋了一支军队去寻找法兰西亚德地底下的母羊神器 原来他们觉得这件事根本无关痛呀 到了20日,他靠了自身强大影响力而获释 1795年,他在当地阻止了一场起义 然后在1798年,他率领皇家军队在埃及取得胜利 自此,他就一路扶摇直上取得岗位 哦,原来这不是在他失事之后,而是在他拿到势力之前 然后他就只是被抓了下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很好奇埃及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要出吗? 这块叫条埃及之类的 好啦,这样算是有解释了 所以我就拿到这个提灯,但是 这一个有无限的提灯嘛,不能安全没有用啊 果然不会有这么强大的功能 他已经把,刚刚动画里面有看到雅诺已经把那个苹果 里面长好的苹果 拿去别的地方了 对,可是我不知道他那样算是交给谁 就是,他配上马车这样 帮助莱昂 他这样随便把苹果交给别人,没有问题嘛 这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资料 好,看起来是没有 那 我们的 叫什么啊 这个叫什么东西 这个 那个 Dead Kings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会 拜拜 拜拜